歡迎繼續回來要財財經台的問答環節 連續兩節 每節有10分鐘 如果你想問股票問題的話 爭取時間打給我們 電話204-6566 電話地址依然是askfbschannel.com 這次的嘉賓是我們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 Jason 你好 阿明 你好 好 看看觀眾有甚麼要問 在旁邊這次有黃小姐 早晨 早晨 兩位 Jason 麻煩你 問2318和966 甚麼價位可以進入 麻煩你 好 見到2318 平保 現時估計是34.25 都升上來4% 連升5天上來 估計方面升上10天和20天線 這時部署好不好 另外還有太平 966 現時估計是3% 正在做15.9 估計是同樣 調整浪 有機會告一段落 至少這一層的反彈 我相信還是有機會延續上去 可以再看高一點 我自己看第一個目標 可以看19,700 如果你說穿到這個位置 再看上去2萬點 絕對不出奇 如果你說說到保險股 一般來說都是很跟著大市行 特別是內地A股 你看到在前幾天出的經濟數據 包括新增貸款 又或者今早出的PPI的數據 都是比市場好預期的 都反映到現在內地的經濟 似乎大家之前最擔心硬著的問題 暫時可以舒緩一點 還有接下來有一個兩會的行程 根據以往的經驗 或者一些統計 通常就說兩會開之前 A股升的機率都有八成那麼多 所以我自己看這一層 內地股市上來的機會都很大 所以你問到那兩隻保險股 我覺得都以一個中短線來算 都還是有個上升空間 如果你說要買的 我覺得在評寶方面 就可以考慮 大概在34元這些位置去到買 可以嗎?黃小姐可以幫到你嗎? 966元是不是現價可以買呢? 現價15.92元 升3% 現價好不可以買呢? 年升第四天上來 966元的走勢相對弱 比平保一點 你看到平保就穿了一條二天線 但966元還差一點 但我相信這一層市升 這些相對落後的股份 同樣都會追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的 這些價位都可以考慮 好 謝謝你 黃小姐希望能幫到你了 我們轉看看電郵方面的查詢 有一位就是柯國龍先生 他說自己是中學生 他說他有一點點的積蓄 大約幾萬元想做投資 想問我Jason 你認為現時這個市道 怎樣又或者去買哪一隻股份 會比較可靠一點呢? 現在你說一個短線 當你的投資部署不是真的看一年 甚至乎更長時間 原來都只是看幾個星期 至兩三個月 我相信市況來說 是有機會進一步反彈的 如果你說要買 當然以一個投機性比較高的角度來說 可以選擇一些資源股 或者一些油企相關的股份 因為之前那一陣子 大家都擔心原油過剩 供應過剩的問題 會繼續壓低油價 但是看回這兩三天來講 說的是全球 包括油祖國的沙特阿拉伯 卡塔爾 委內水拉 都是聯同了 先是俄羅斯那邊去到 談好將產量凍結在一月份的水平 不會再增加產量 大家之前都害怕 究竟這個協議 究竟伊朗那邊會不會同意呢? 昨天都見到 最新在德克蘭舉行的會議 連伊朗那邊的石油部的部長 都是同意這樣的措施 相信在短期來說 對於油價會有一個支撐的作用 變相如果你說在港股這邊 都見到883、857這兩隻 相對都是跟油界走得比較貼 再不是坤倫能源 135方面也都是同一個趨勢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的 這類的叫做油企相關的股份 作為一個中短線部署 是可以去考慮一些 希望能夠幫到這位我同學 接著先看 阿天方面的電郵 他都是想問到資源股方面的情況 問題是比較油股和金股的情況 兩個板塊都處於低位 如果這兩個板塊來說 反彈的機會是誰較大 你說油股處於低位 我就不反對 如果你說金股這些位置算不算低 我就覺得有些保留 因為不要忘記 黃金在最近這兩三個星期 他由低位抽上來 抽了接近200美元左右 之前都是一千零幾十美元 接著抽到上去是一千二百美元 所以代表著 之前大家的避險情緒比較高 錢就流去黃金 但是這一段時間就相反 你看到外圍股市 港股甚至乎油價方面都會彈上來 錢就自然會由黃金市場那邊 會流走 我都相信 金價短線裡面的升浪 或者上升空間 未必說太大 所以如果你問我在短線一個部署 我會寧願去吸納一些油股 好 跟著大家順便跟進 就是油股和金股方面的最新表 再跟著電油 好 看看石油石化股方面的表現 暫時升幅都跟隨著 國際油價方面上升洗頭 中石化升埋近3.3% 而是4.4% 中石油升埋近5% 做5.05元 中海油做8.22元 升幅超過5.5% 上石化同樣升埋近6% 現在做3.24元 看來金礦股方面的情況 暫時來計也有花少少回落 紫金方面跌1仙 最新報2.21元 招金做5.23元 跌6仙 寧寶黃金1.51元 跌2仙 中國黃金稍為升4仙 最新報12.42元 好 追神 跟著就是Tim這方面的電油 第二個問題 想問一下樓價方面的情況 他說樓價開始跌了 持有地產股或收租股的話 是否應該先行離場呢 這個板塊 我都覺得 你說以一個中線角度來看 未必說真的可以跑得贏的市 雖然你說在這一陣子 都折彈一些上來 但純粹都是因為市升 去跟回一些的升幅而已 但如果你說說今年 我都擔心 就說本港樓價 無論是新盤那邊也好 或者二手樓那邊也好 都會有機會調整 所以如果你問我在地產股這個板塊上面的看法 暫時我就不會看得太過樂觀 如果你說真的拿著一些收租股 特別是你看到這一陣子 出的零售數據又差 或者很多零售企業 出的業績都是比較差的 所以我都相信一些主打一線商場的收租股 接下來的股額都會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選擇的話 收租股我絕對不建議 但如果你說地產股方面 短線你可以博去再彈多一點 好 麻煩你 Jason 這節時間就差不多了 跟你做回申報 剛剛提及過股份有沒有哪種持有 沒有持有的 好 麻煩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還有另一節的問答環節